所以当柯文哲讲 我们再来做一个政策辩论的时候 侯友宜再拒绝的话 我看了 菲律前民应该眼睛会真的非常大 大概认定 算了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讲了侯友宜 讲了很多 很多人都认为我是猴黑了 或者柯黑或者是锅黑 其实我通通不是黑 我是白的 为什么我讲白的 柯文哲就是白色 我喜欢 白色是最美丽的颜色 最干净的颜色 对 可是在白色的战袍底下 柯文哲就有一颗骚动的心 我现在告诉各位 侯友宜说 侯友宜说不比民调 好 柯文哲先会嘲弄一下侯友宜 你那么怕民调 没有关系 我答应你 我们不比民调 柯文哲的第二招各位想想看 三场政策辩论 我的朋友跟我讲 他说不比民调可以 我们比那你说我们要政策核 政策核要道义核对不对 我就跟你比政策 我们办个三场政策发表会 看看谁能够获得选民的青睐 厉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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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可以告诉各位 柯文哲已经不要民调了 反正一周期版本 他吃够了国民党跟侯友宜的豆腐 现在我可以告诉各位 他已经不要民调了 他要政策辩论 柯文哲自己讲的 我2014出来 2018出来的时候 我都经过政策辩论 民进党才支持我 好 现在柯文哲 你不比民调 那我跟你比政策辩论 民进党做得到的是 你国民党做得到吗 好 他只要比 按照你侯友宜的逻辑 你说要比政界 我们要志同道合 我们要沟通理念 好 那我跟你讲政策嘛 他要跟你辩论三场 政策辩论会的时候 请问侯友宜要不要应战 马上露线 侯友宜敢跟柯文哲辩吗 那问题来了 柯文哲又要提了 我跟各位打赌 柯文哲就来搞最操 你不比民调 我答应 我也认为比民调 是在搞零和游戏 可是比政策辩论 不是在搞零和游戏了吧 就是说侯友宜怎么会笨的 把主导权话语权支配权通通交给柯文哲 不是说这是柯文哲厉害 柯文哲在我眼中 那我认为他并不厉害 柯文哲在我眼中他并不厉害 那我看台湾最会选举的 两个人 一个是老李叫做李登辉 一个叫做阿扁叫做陈翠炳 你要比民调他敢跟你比 纵然民调输你哦 他也敢跟你比 你要比那个政策辩论他也敢跟你比 况且他们可以睁着眼说瞎话 各位晓不晓得 在1994年阿扁选台北市长 他的民调是输给谢长廷的 为什么到了最后 谢长廷愿意担任他的竞权总干事 除了新潮流 道哥一票以外 更重要的内部开辩论 阿扁的口才胜过谢长廷 谢长廷是有准备的 那谢长廷的这种准备呢 就是按照标准SOP的作业流程 做出来的阿扁不是阿扁天马行风 他是针对你的政策 他可以添加数字 辩论完这个 那你问他数字怎么来的 他说哪有 像他这样子讲啊 我当然要提出质疑啊 他是这样子搞的 就是说阿扁的临场反应 非常非常的快 况且可以拼凑数字 欺骗选民 阿扁敢讲老李那也是这样 什么十八道剧本啊 什么我们不用怕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 老李也好阿扁也好 他们就敢这样子搞 可是我们来看看谁 侯友宜敢不敢 就是说柯文哲一讲 我要跟你提出政策辩论 你说民调 那你要以托待变嘛 那你说民调不行 会联合游戏 我跟你比赛辩论嘛 三场就好了嘛 第三方出面嘛 我们公正举办 来谈怎么样合作嘛 你看侯友宜敢不敢 不敢嘛 这又是一个问题嘛 就是说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 侯友宜他只想透过协商解决问题 其他他都不要 但是他又不敢讲 好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我在节目上 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究竟是候选人之间协商 还是党对党 现在国民党也举期不定 我说党对党 我说党对党跟候选人之间的各式协商 那是完全不一样 党对党的协商 就是要有一个协商机制出来 那候选人之间 那是候选人个人选举 党对党的协商就包含了政界 就包含了区域立委 包含了不分居 包含了大选 但是候选人之间的协商 最多就是谁进谁退的问题 就是柯文哲讲的 好现在问题来了 当候友宜也不要辩论 当候友宜也不要民调 又想透过党对党协商的时候 柯文哲他会理你 就是说今天候友宜的问题 就是说他一再回避问题 就是回避到了 大家通通都不高兴了 你要什么你跟我讲 总有一个答案出来 现在跟候友宜谈 任何事情没有答案 也没有结果 他只会跟你讲 这个零和游戏 我们要那个道义结合 那请问这些是政治语言 还是黑道兄弟的用 政治本身就有排他性 那你要弄得政治没有排他性 那干嘛选举 对不对 今天候友宜就是说 所有的问题他通通回避 那所有的好处他都要 那你好比说这样子说好了 你候友宜真的 他要玩到底的话 自其日起我宣布 我持续台北市长 我选完 就是我选举前 我持续台北市 新北市的市长 他又不辞 他又不要比民调 他也不要跟你搞政策发表会 他也不要跟你变更 那你说透过学商 决定一组人马 除非候友宜天众英明 但是我知道 蓝营很多人心不死 一直是希望透过学商 能够击败民进党 这个是一厢请愿 为什么我一而再 再而三地讲 去改变一下 候友宜的人设好不好 候友宜不是那么坏的一个人 候友宜也是心地善良的人 可是他偏偏碰到这种选举的时候 手足无措 一个政治人物 没有办法去解决他的政治危机 你说这种政治人物 当选几率会有多少 所以当柯文哲讲 我们再来做一个政策辩论的时候 候友宜再拒绝的话 我看来 非律选民应该眼睛会真的非常大 大概认定 算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Sonora 들어�订阅 订阅 Sonor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Sonor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